大家好,欢迎收看《国色相通》 明年有一件大事都可以说是举世触目 首届的电竞奥运会将在2025年举行 过往大家对于打机 可能想法还是比较传统一点,用来消遣 但成为了舞台上竞技项目 大家可想而知,整个产业的发展已经去到相当之厉害 尤其内地无论电竞队还是产业的产业配套 已经做得很完善 今天和两位嘉宾一起谈谈 有嘉宾主持Banno Hello,Banno,你好 说到对电竞行业熟悉的非我们这位嘉宾没熟 欢迎你,Tim 谢谢 很高兴请你来和大家分享有关电竞产业发展的机会 首先对于观众 可能他们都打机作为参与者 但其实电竞作为产业的上中下游是什么行业 其实这个电竞上中下游应该是给到参与者最大的代入感 因为通常上游是说游戏开发 但中游下游一般人的参业就会高些 包括参加一些比赛、做观众 有些电竞的培训 以及一些人才管理 所以很多人如果想设计 其实是有途径的 上游虽然是游戏设计 但包括外面有很多培训 都是教训如何设计游戏 可能他读电脑工程 可能他都会在游戏设计上去编程 在这方面去做 因为电竞行业的刚威很多 除了电竞手还有教练、评论员 尤其是设计有分他用到AI、AR、VR 就算他设计赛事 其实他也是一个专业 因为他如何布置场地或宣传 一样有编剧 有整个游戏铺牌 有些似媒体的行业 是一个创业产业 其实在电竞产业上 在面向全世界 在中国对于全世界市场 或者国内的发展 在这个行业有什么优势 最始有几个优势 因为中国人口多 尤其是电竞人口 随时有三四亿 因为全世界数据 大约有三十亿人 有兴趣玩游戏 所以中国一个国家 已经占了超过十分之一 第二就是作为一个游戏的强国 我们通常听到的腾讯 有网易 你有人口 有产品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推动 当然这个游戏仍然是世界级通行 所以这个除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人才 培训发展之外 甚至可以用来希望和奥运有个连结 甚至作为一种文化 因为它第一只游戏 便知道是中国出品 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产品 都会有一个推广的作用 我知道最近和西游记 有关的游戏 全世界都风魔 很重要 对于中国文化也了解了很多 尤其是一个表表者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中国的神话 但它同时有摆入中国的旅游点 所以除了涉及到国内的旅游点 其实同时被国外的玩家 知道原来中国有这样的风景 对 它有些可能用作为一个背景 或者一些实景来创造出来 对 这样没有机会去国内旅游 吸引到他们去 对 原来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要去打卡 尤其是它的背景是几个西部 就算香港也未必去过 其实整个行业有这么大的发展机会 以国内来说 甚至不单在国内市场 全球上有一定竞争能力 其实在国内政策上 如何扶持或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国内政策也挺到位 有两三点 第一点就是在两三年前 劳动法已经有几个电竞的崗位 正式立了一个法例 所以中国可能是唯一的国家 如果有人问一个电竞从业员 到底你做什么职务呢 他说我是做电竞手 这个不是自己随口说的 是国家劳动法里面有一个崗位 即是有认证 对 即是不可以自己在家打机 就说自己是个电竞手 对 这个可以表示到国家想规范 这个行业发展 正规的 已经在几年前开动了 第二 因为很多父母担心 那个年轻人打机会上瘾 所以在两年前 就有一个18岁以下 一个星期只可以打三个钟头 这个规定 当然这个规定可能影响到 如果一个年轻一点 18岁想去发展专业电竞手的发展 是不是和法例有抵触 但是第一 可能他的培训到时候会申请特批 甚至可以在国内或国外同时进行 要国家队就不同了 对 国家队就拿这个特批 至于中国肯定下去 因为已经有几个全球性布局的游戏商 再加上他有这样的电竞人口 还有中国有好处就是 它的硬件和软件包括手机 有很多手机牌子 中国也有专门用来打机的型号 这些比起外国单一发展 这个游戏没有硬件配套 可能就洩抵了 而且软件的方向是云端游戏 比如WiFi可能达到六或七代 这些会比较快很多 还有一个可能现在还没有想到的 就是因为卫星通讯发展得这么好 如果你说连互联网也有 Starlink那类用卫星 其实是不是以后的游戏 因为要铺全球 所以就用到卫星 我觉得迟早也会走这条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仅仅在电竞里面 或者我们待会休息的时候 再谈多一点在这方面 对于整个产业链和相关的产业的影响 不过也想谈多一点在政策方面 因为刚才听你所说 事在必行推动电竞产业 因为当中所说的好处 也有很多不单是制造到一些新的崗位出来 扶持到很多不同的产业 无论是游戏开发商 互联网企业 硬件的设备 再加上电竞选手 跟着就是举行电竞比赛的时候 一些大型的统筹 其实有很多新的机会都涌现了 另外就是在国际舞台当中 因为看到不同的国家 其实都是说 很希望和中国一起合作 去推动全球的电竞行业 那这个会不会也是国家 另一个显示我们实力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容易做到的 因为国家已经有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 当然这个到时候可能设计游戏 就用回这个题材 也是有这样的需要 因为譬如非洲 54个国家 其实真的有电竞资源 包括有好的电竞手 可能五分一或者四块都没有 既然做开一带一路 做高铁基建 为什么不做文化 体育方面的基建 这个可以更多方面去宣扬到我们中国的文化 说到整个行业的发展 其实听两位所说 已经去到一个很成熟的阶段 下一步还会有什么产业 可能会更加发展得快速一点 稍后回来都会和大家一起拆解 当然内地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扶持政策 香港的电竞会不会可以从中 找到一些新的机会 新的方向 休息一会回来再谈 继续回来国色相通的节目时间 本来和Tim刚才我们也说到 就是内地的电竞产业发展得很快 尤其是近几年在一些立法 或者是政策推动下 其实已经去到一个很高速的增长 不过大家都想知道 其实现在内地的电竞行业 做得有多大做得有多好 其实这个统计数字 有太多不同的版本 但有一个比较共通 就是中国电竞行业的总产值 肯定是过千亿 甚至比美国或全世界加上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统计数字 包含的含金量不同 中国的数字是包含 刚才说的基建 包括一些桌面的设备 或者是手机 软硬件也包含 对 软硬件也包含 而且始终中国的上中下游 都发展得比较平均 因为作为一个游客发商 其实中国通常都搞了自己的比赛 所以延伸到观众 或者其他的一些产业链里面 但是如果你说外面其他的一些游戏商 他未必可以做完整个上中下游 就是只能做到其中一部分 有些国家可能是电竞选手是特别强的 有一些可能是在硬件方面的研发能力特别强 但是可以集合到这么多电竞元素 好像现在暂时真的可以说内地一定是领先优势 因为有些游戏可能设计出来 他自己本身的人口不够多 所以他就一定是出口 出口可能最主要是针对亚洲 而亚洲肯定最大就是中国这个市场 因为始终和这个创意产业 例如电影或者串流的平台 韩国也很厉害 有很多视频一出的时候 就变成全世界人都去追捧 但是这个电竞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参与度很高 你刚才也有说过 因为看电影只是看 但电竞真的会觉得好玩去玩 亦因为在宽频或时限上 要打得好 在设备的要求也很高 即是输送的速度和硬件上 都会带动整个电信产业 无论是通讯或电信产业的发展和需求 如果这个游戏去到外国或其他地方要参与 或者参加奥运的要练习的 也需要提升设备这方面 总的来说 因为现在已经有云端的游戏 当然游戏本身是一个公司的私人财产 所以通常是用一个伺服器的模式 通常是生意最好最有潜力的 就不会提升到南极北极 所以我想远一点 最后一个终结的解决方案 就是用卫星 因为到时候可能有卫星电话便宜 比现在所有的电话便宜 只要有卫星便宜 因为现在手机游戏已经是大头 所以我将这几个方向连结 就有这样的推论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因为这个需求带动 想参与玩电竞 而他要更新他的设备 或者各国家甚至买些设备 令到产业参与的人可以有更多 除了直接的产业影响之外 刚才也有提到一些活动 或是实战的比赛 人们参加 不是看演唱会 只是看人们打机 以前都没想过 真人看人们打机 这些周边有什么 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因为电竞的好处 第一是看观众自己打机 所以代入感很强 第二是电竞的活动 他可以与其他不同的交流 即是跟音乐、舞蹈、艺术、文化的推广 师傅在哪里搞 以及那种游戏 属于哪一类的游戏 所以他的活动空间很大 不同于踢球 一定要有人在牆里走来走去 而且牆里一定要有上下观众 这就是电竞潜在的发展潜力 刚才你也有提到一件事 可能设计游戏在国内 因应有些敦煌或山西 或者在游戏中设入的场景 带动人们去旅游 可能以前未去过 因为这东西吸引了他们去观光旅游 而带动周边的产业 包括酒店、交通设施各方面 刚才说中国的优势 其实一个成功的公司后面 有很多资源 譬如在中国游戏设计 无论是写程式或是画画 加上服务商最少有十多二十万间 所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 我觉得这些产业可以随着出口 尤其是可以来香港 所以我也希望香港可以利用国内的资源 加上香港本身有高材通议 可以将这些人才有部份来香港 马上帮香港建立起游戏开发的产业 因为这个产业比较实际的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游戏本身是一个公司的私人产业 如果香港特区政府用纳税人的资源 去搞一个活动 其实是帮一个私人产业去推广 其实是有些难计算的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帮一间游戏 虽然它很受欢迎去做这个活动 其他人会问 它有1000万个玩家 我有900万 为什么你不跟900万或者800万呢? 所以如果要搞这些活动 我相信游戏开发商 其实一定要自己要磅水 要出钱才合理 因为它实际是得益者 是的 还有可能是做一个很大的嘉莲华 嘉莲华的位置应该如何呢? 因为明年有电面奥运 它就做了一个所谓的预演 比如奥运肯定有十几个 一次那十几个去搞 就变成了老百姓得益 还有大家知道有个准备时间 去看如何去参与电竞奥运 是 所以相对来说这方面的发展 也有很多机会提供了 电竞奥运会相信又会再掀起一个热潮 令大家更加想知道多些 究竟什么是电竞产业 因为刚才我们说 原来很多人想不到 最初就想到参与那个 打机那个 出游戏那个 但原来可能是在游戏研发当中 那个绘画师 做一些特效的 其实都是一些创意的产业 接着观众 其实都是有份做一个经济贡献 有可能会变成一场的盛事 你要买票入场 甚至乎 刚才阿添说得很好 就是嘉莲华的形式 如果大家都去参与的话 其实整个的经济效益 都可以说很大 不知两位有没有留意 除了说是这些 我们已知的产业之外 其实见到内地 近年开多了很多 和电竞相关的酒店 就是刚才说 就是在游戏里面 见到一些景点 你很想去的 你就会去那个地方 但电竞酒店的出现 大家就说 原来电竞真的可以 加很多不同的产业 就是一群年轻人 他们周末去哪些时候 刚才提到硬件 家里可能没有这么好的配套 接着就衍生了一个新的机会 就是酒店提供一个 很好的硬件配套 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就是给你们三五成群 一群好朋友 一齐去玩电竞 过一个周末 Tim 有没有这些 我们更加想象不到 或者其实你觉得 还是有机会 去发展的一些新的方向呢? 这个是完全合理的 因为第一 它就是在总体 民体旅游的一个大布局 旅游业其实国内 一向本来都是发展得很好 但它需要到某个程度 去做一个增值 如果酒店本身增值 第一个最直接就是看 它的顾客是什么类型 而如果旅游区是特别多家庭式的 可以照顾到年纪更大 以及年纪的顾客的需求 以及这个也不需要很大的投资 因为酒店本来可能有300间房 可能特别拨了有两层 是100间房 就是专门做 里面有一个配套 或者它是一个 宇昧厅 本来是宇昧厅的 但没有那么多人结婚 那它就不如用来做一个电竞房 这个就是可以对于酒店在推广自己的业务方面 也有个帮助 当然以前的流行就是商务旅游 所以我理由酒店本来没有配套 但其中一个吹捧是可以免费上网 以及它有桌面 如果它只是用来看内容 或者发电油就浪费了 不如它再装多两个喇叭 再装耳机 可以在酒店里做这些活动 还有我想到有一个 刚才没有提到 如果大家记忆当中 有想到游戏的终端机 其中现在爆红也很重要 那间做AI芯片的公司 其实以前开始起家是做游戏芯片 本来是做游戏 因为游戏的要求 运算速度是很高的 画面要漂亮 画面要漂亮很高 但它就由那里起家 现在就变成AI 所以如果对于中国自主研发 在国内来说 要在芯片里面发展 其实游戏某程度上 都间接带动了 对于高科技芯片的发展 运算速度的需求很大 可能做就了一些国内的芯片公司 是为了要游戏的终端机 而开发一些芯片 然后又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反正电竞是几个主要元素 一定要有人 一定要有游戏 一定要有运动员 然后有一个背景 再加上现在的科技发展 可以令到电竞不断找新的商机 没错 不只是想着躺平打机 其实有很多发展的机会 亦相当期待着首届电竞奥运会 如果大家都想参与其中 可以趁着未举行前 多了解产业的发展 这次多谢TiM 也多谢本能 多谢两位